就是上课用书 里面 有一本书 我觉得还不错 写的我觉得蛮符合我要的内容 但是呢 这本书基本上已经绝版了吧 一般只有在图书馆里面找得到这本书 那这编排蛮好的 不过刚好我有这个 因为我习惯把它scan起来 放在手机 就是云端上 那出门在外的时候 用平板一打开 其实就可以看了 那这本书的话在这里 所以提供给各位参考 不过这个当然有版权的 那在使用上面的话 我觉得就是不要再去分享它 OK那里面的话 有哪一些我觉得比较重要的 像怎么样去录制聚集 不过这录制其实还蛮容易的 怎么样去录制聚集 第二个就是说 怎么样去选取储存歌 因为以色录里面最小单位 就是从储存歌该 那怎么样去做选取啦 然后的各种方式 包含就是说选取单个 然后选取整个范围 选取表格啊 选取一列一栏等等的 这相关的应用 还有储存歌的处理 除了选取之外的话 比如什么 插入一列 插入一栏 删除一列 删除一栏 然后删除表格的列 删除表格等等这些 大家有相关的说明 那有些太细的 我可能没办法讲到 你们也可以有时间的话 可以稍微自己看一下 另外的话工作表的处理 这个是一个重点 后面的话 我可能会把后面比较重要的方 这个地方 工作表处理 包含就是说 我怎么样去切换工作表 怎么样做批次的处理 像怎么选取 怎么插入一个新的 怎么重新命名 怎么删除 怎么移动 怎么复制等等的 甚至后面会讲到 就是一个范例说 如果我今天刚好 我的工作部里面有 比如说全公司的 每个部门的工作表 一个部门就一个工作表 那我的需求是 我不可能说把这个档案 寄给每个部门的leader 我希望把它分开来 比如说我希望 把一个的工作表 变成一个一个的工作部 就是一个个档案 然后呢 哪个部门需要 我就把这个档案寄给他 就不会寄给 每个其他部门 不相干的东西的话 那怎么去把工作部 输出分割成工作表 批次的哦 不是叫你土法链铛 土法链铛花很多时间 你就按按钮 它就全部帮你做完了 然后呢 等到全部的资料回来之后的话 不是又分割了 你可不可以把它分割的工作部 又把它合并成为一个工作部 就是全部的资料 里面有很多很多工作表 怎么再把它合并回来 这后面会再讲到相关的范例 然后还有就是活业部 就是工作部的处理 还有档案处理等等的 然后还有资料库的处理 那其他的话可能后面还有表格与图案 不过这个部分可能讲到几率很低啦 因为没什么太多时间 八次上课的话 其实一眨眼就过了 那可能大概上面这些东西恐怕讲很多 那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 你们也可以提出来 看看我们再来讨论 那相关的范例档也在这里 另外呢 如果说你要连结的话 这边有个QR Code 就是你连上来之后 这个QR Code呢 不是装饰的 就是你如果说用电脑打开之后 你这样你的手机scan之后 也可以连结到这个网页没有问题 这个QR Code 提供给各位这个连结方便 OK 那请各位等一下 先帮我下载这个跟这个 那等一下的话 我们就要进入到第一个范例档 画面先滑你做一下